格 tours 上一集與大家分享了大漠浩漢的景致 今集我們轉着場景 去看到有豐富水源滋潤大地的地方 今集和大家分享的地貌是湖泊 这里是尼泊尔的普卡拉 海拔大概是一千米左右 是登山者必经之路 而我作为摄影和登山的爱好者 这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神光影照在湖面上 一层层的水晶气在湖面上飘浮 加上和谐的光线 和前景一些木船做襯托 营造出一个很长和的印象 这张照片是很久之前拍的了 但我还记得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和当时的女朋友 即是燃金的太太 去浪游的时候拍摄的 摄影会令人加深记忆 去过的地方 当时的心情会在相片和老海之间 串联在一起 而我特别是宗情和大自然接触的时候 对各样事物是有新的领悟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集 我提到新疆独特的地貌呢? 这里都是新疆 是天山东部最著名的景点 天山天池 天池是一个高山湖泊 海拔大概是一千九百米 不说以为是否有几千米高 是因为背景的天山长连即雪 而天山的海拔是有五千多米的 视觉上你会觉得湖泊很高 所以我们的肉眼其实也有些限制 你眼睛所见的甚至是听的 都未必跟事实是一样的 这里是加拿大班户国家公园 不过是否很少见到这个景 我们拍照的人很喜欢 捐东捐那去找些不同的角度 拍摄一些和其他人不同的照片 这幅是一幅相当宁静的画面 顶个雪山和丛林岛影在湖泊上面 和第一幅日出的照片是有些类似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湖泊上有一棵木头 有了这棵木头 就会增添了画面的多样性 拍出来就不会太呆板了 拍照的时间是阴天 反而增添了画面宁静的气氛 如果是晴天的话 由于它的对比度增加 反而是没有这种宁静安长的气氛 所以不只是好天才出去拍照的 不同的天气表现不同的气氛 大家尝试多些 你就会发现当中的窍门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湖泊 是由千千万万的溪流汇聚而成 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的源头都是来自雪山融雪的水 我们看回这张照片 我是用了一个很慢的门来拍照的 所以你看不到流水的痕迹 我也是很刻意地移动去拍照 冰雪融化的景象 你可以看到冰变成水点的状态 黑色的时间减了三分之二的曝光 让流水和冰有更加明显的光暗对比 摄影可以让我们看到肉眼所不为耳的景物 佳因神创造我们的眼睛 是有自动对焦 自动适应光暗 和自动调节色温的功能 我们能够眼见的景物 都不知道要靠多少条交感的神经 错终复杂的互动 所以单单能够看到东西 已经是十分感恩 刚才所看到的全部都是自然的湖泊 而这张照片 这个湖泊是人工造成的 这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 Peterboro以东30公里的一个矿场 50年代这里大量开采矿石 然后经过连月的雨水和地下涌泉 被水覆盖 所以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人工湖 不要以为拍摄这张照片很容易 拍摄这张照片花了很大的功夫 因为整个范围都被铁丝网围住了 只是能够在有限的空间来拍摄 虽然有这么大的限制 但是我仍然坚持找到一个好的角度 其实我们都可以思想一下 如果我们眼前遇到一个困难 我们就退缩 我们去逃避 那我们就拍不到这些这么漂亮的照片 讲到湖泊 就不可以不提中国的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 真是远近辞命 尼江滋润了桂林和阳朔一带的土地 除了成为农业种地之外 亦都成为涉影爱好者的黄金地 就画面所见 除了人见到目定口外之外 其实我都想不到其他的形容词 其实不是说这张照片拍得很漂亮 而是这个画面正正是人和大自然 互相紧密联系的关键 亦都是我每次走到大自然 和大自然融和的一种感觉 在农历正月的时分 农夫他们都会伤农地灌水 然后施肥、播种 这段时间 每一块农地都是水汪汪的 在日落影照之下 变成为这幅田园作品 农地配襯远远的山园和日落的景致 怎能够赞叹上帝奇妙的作为呢? 能够欣赏到这么漂亮的湖泊 而且在里面孕育着无数的生命 供养我们日用所需 这些都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一切 我们岂能不感恩呢? 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